据《环球时报》7月28日报道 美媒称中国在新疆哈密地区 新建了另一个导弹发射井基地 发射井数量为110个 不久前 美国另一机构声称 中国在甘肃郁门地区 新建了一个拥有约120个发射井的 洲际弹道导弹基地 以上两个报道都是依据商业卫星 拍摄的图片下的结论 图片显示 上百个圆形物体挤在一起 并按照一定规律整齐排列 无论是哪个国家 导弹发射井所在的位置和数量 都应是绝对保密的 是不可能仅凭商业卫星图片 就可以下定论的 考虑到核导弹发射井的配置原则 就能知道 如此密集整齐的布局是非常不合理的 美媒的言论存在常识性错误 参考消息此前报道称 美方在甘肃拍摄到的 一次导弹发射井的物体 其实只是风力发电器的基座 美国媒体和相关机构反复炒作 新发现的中国发射井 根本目的是要向中国施加舆论压力 他们一直认为 西方舆论对中国起作用 能够增加迫使中国改变行为的力量 另外 美国一些力量热衷于推动核武库 进一步现代化 媒体和上述机构炒作中国发射井 客观上为美国升级核力量 提供了更多理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